你们应该知道手机能越狱电脑能越狱 但是你知道大脑也能越狱吗 越狱的意思就是通过刷机获得完全掌控手机或者电脑的权限 那大脑越狱的意思呢 大概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理论 我们的大脑是被精心设计过的 所谓上帝女娲或者别的什么造物主 其实是另一个更高维度的生命形态 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她 她也许是基因 也许是文明本身 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外星人之类的 总之具体的生命形态只是她的硬件或者载体 我们所处的世界就像是一个网络游戏 这个世界里的规律定理都是被提前设定好的 而且只在这个维度适用 这些规律定理都等着人类去发现运用 但是大脑的预装系统 意识是个闭环而非绝对开放的 就像iOS系统只能安装系统认可的软件 它不希望人类的大脑突破围墙 越过系统去认知高维度的世界 所以产生了宗教 宗教可以让大脑自圆其说 然而随着游戏的不断进行 人类大脑已经进化到了越狱的边缘 越来越多关于它这个高维度生命的假设被提出来 只不过人类还没有找到接近它的途径 那看到这儿肯定有同学就会说 你这都是阴谋论 没有确凿的证据 别成天整这些没用的 没错 目前来说确实没法证明 但是这并不妨碍咱们发挥想象啊 今天请客要讲的就是两个国外小伙 进行这方面实验的一个科幻短片 大脑越狱 短片里的这两个小伙 深深发现了一种方法 能看见上帝 并且还想让我们也看见上帝 听这意思 怎么有点像要送我去见上帝呢 好了话不多说 故事开始 男主哈勃是个电影专业的学生 这天正在上自修课 旁边突然出现一个陌生的卷毛同学 下了课还主动跟他搭讪 这么一聊才知道卷毛是学计算机的 哈勃问卷毛 学计算机的来上电影课干啥呀 卷毛就拿出了一些 颇有宗教色彩的话给他看 还让他仔细看上面的图案 并说这些图案可不是随便想出来的 这里面包含艺术数学几何学 接着卷毛又给哈勃讲了两个故事 说在15世纪 有个皮革商人叫克里姆尼斯巴 他在沙漠生存了12天 他的骆驼渴死了 他的脸被晒伤了 但他回家后对妻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见到了上帝 1937年 一位德国海洋学家 在卡拉恰伊湖底 看到了大量发光生物体后昏厥过去 当他出水后 说的第一句话也是 我见到了上帝 哈勃听完后不太明白 这两个故事有什么联系吗 接着卷毛又拿出了一张图片 向他解释说道 是神经和大脑内产生宗教幻想的区域相连 也就是说某种图像可以引导人们看到上帝 或者说看到更高维度的世界 而教堂里那些花里胡哨的图案 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的 卷毛正在做一个实验 他要找到最能刺激大脑的图案 以证明上帝是可以通过科学手段见到的 而他之所以去上电影课 就是为了找一个专业的帮手来记录实验的过程 起初哈勃对此也是将信将疑 跟卷毛来到他的实验室后 卷毛开始给他介绍这个实验的过程 实验装置有两部分组成 一个是大脑扫描仪 另一个是特制的软件 实验过程就是先用软件随机生成各种图案 让实验者佩戴好大脑扫描仪后 一直盯着这些图片看 程序会自动判断大脑是否受到刺激 如果没有就会尝试下一种组合 如果有就生成该图案的镜像 不停的造成更强的刺激 最终达到大脑越狱的目的 卷毛认为上帝不是天上的胡子男 也不是长了四只手臂的巨人 而是一个程序漏洞 一个bug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实验有了一些进展 但是因为卷毛在这段时间里 不眠不休 一直在做实验 导致他有点神神叨叨的 这天他忽然告诉哈伯 自己昨晚被一个神秘人跟踪了 他怀疑那是教会的人 因为他们要做的事 可能会影响到教会的利益 哈伯起初觉得卷毛可能是太累了 想太多 所以之后就由哈伯来作为实验者 经过之前卷毛废情忘实的实验 他们已经得到了很多能刺激大脑的图案 但是每当哈伯的大脑被刺激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会自动产生某种防御机制 就像条件反射一样 在大脑快要越狱成功的时候 马上又会被迅速压制下去 卷毛尝试了很多次都无法突破这道屏障 他着急的甚至想切掉哈伯的前恶叶事实 哈伯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后来才知道他是认真的 哈伯被他这个疯狂的想法吓到了 不过卷毛也没有立刻强制要切掉哈伯的前恶叶 但是之后卷毛就失踪了 与此同时卷毛失踪的这段时间 哈伯也发现自己的楼下总有一些神秘人出没 他这才反应过来 真的有人在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几天之后卷毛再次出现了 他一见到哈伯 就说他发现了突破屏障的方法 可是在哈伯进到房间之后 卷毛立马就把哈伯绑在了椅子上 还拿出了一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看到这里你肯定也以为他要强行切下哈伯的前恶叶 但是他没有毕竟咱还是部科幻片 其实卷毛是发现了人在恐惧时分泌的肾上腺素 可以突破防御机制 所以他拿刀逼着哈伯看完了所有图案 看完之后哈伯脑子一片空白 一动不动的坐在那里 卷毛还以为他成功了 但是哈伯只是被卷毛疯狂的行为弄得生气了 他亲切的问候了卷毛以及他的家人之后 便气呼呼的摔门离开 然而没走两步 哈伯感觉那个劲上来了 眼前的景象让他想起诗人瓦雷里曾说过 宇宙是事先设计好的 他那深刻的对称性 以某种方式体现在我们的思维里 看来卷毛是对的 但是哈伯可能还不太适应 直接就晕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时已经是在医院了 这时他发现之前跟踪自己的那个黑衣人又出现了 他急忙逃出医院来找卷毛 想告诉他自己看见的东西 可是来到卷毛家后才发现 这里已经被破坏的一片狼藉 而卷毛也被人杀害 背后还涂上了一个诡异的图案 看来他们真的是触碰到了一些人的利益 所以哈伯赶紧一路跑步 甩掉黑衣人之后回到家 这时他在门口发现了一封信 寄件人写的就是卷毛 打开之后发现是卷毛被追杀的录像 他把自己遭遇黑衣人的情况都录了下来 最后还交代哈伯要完成他们的使命 哈伯看完这段录像 就想起了卷毛之前跟他聊过 关于他们的使命这件事 当时卷毛把人类的大脑比喻为电脑 他说人类大脑其实在硬件上是开放的 本身就具备认知更高维度的功能 只不过在软件上没有权限 所以他们的使命就是破解每一个人的大脑 当人人都能看见上帝之后 人类发展或许能因此而快速进步 而具体怎么实施呢 他们的办法就是拍一个一半真实 一半虚构的短片 在里面加入大量悬疑恐怖的元素 这样观众就会被吓得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 从而突破大脑的防御机制 最后他们再放出那些经过实验 能破解大脑的图案 这样看这部短片的人也就能越狱了 看到这里我才发现我这是被当成了实验品 给我刷了一遍机啊 那些什么卷毛的死和黑衣人的跟踪 都是他俩玩出来的把戏 故意演给我们看吓我们的 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我们的肾上腺素 短片最后还真放出了一段奇怪的图案 如果你准备好了肾上腺素到位了 如果没到位就再看一遍 或者去看看我往期的视频 在开始之前还有一个重要提醒 有癫痫病史的同学请立即关闭本视频 非常认真的啊 如果你没有并且准备好了你的肾上腺素 那么请戴上耳机躲进被窝 一起来看完这些据说能破解大脑的图案吧 欢迎看完之后一起交流心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